以行詞來談義 來教授 所以如何說法如何教授 就是法義 說法 授義 說法授義 法義 那 應當回答說 大師為說調補什麼 欲談 以此教授 我剛剛寫在黑板上 浴灘就是哪一種 三毒煩惱 浴灘 有授音取向來 種子取現形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調補這個浴灘 就可以刷牢就是什麼 有取應照應 那麼調補這授音的 逼這照業取運 所以應該在問你們 以何法中調補欲談 那回答 大師為說以筆色銀 調補欲談 以授小行事銀 調補欲談 我大師是什麼 盧氏 說法 我們剛剛說八苦裡面 就以深苦跟五因赤深苦 最重要 最重要 可見 我們說阿涵裡面 談到什麼 韻觸界 而韻觸界這幾個裡面 又以什麼為 最重要 為首的 所以五因是很重要 在那一切施定論裡面 怎麼說 他們說 最經紀的人說到五因 人就知道怎麼收了 中間的 中間的 跟講到十二次 下間的 跟講到十八 十八改 韻觸界 我說的 五位四法相 跟我談到五因 觸界 還有八苦 一切 整個 整個變化過程 環擾出眾 這名相很多 尤其就是要幫助 讓你們以後看經 我就了解他 全部的來龍趣目 阿涵 阿涵 要知道也不是很簡單 你若沒有對這個 來龍趣目都很清楚 有時候你看這門 你就是只要了解 膚淺的東西 你要沉浸 要沉浸 再來 五百二十五的最後一項 互當 比互乎 比當 又汙女 說 浴灘 到底有什麼過患 那大師就說 以色調浮浴灘 以受想行事 調浮浴灘 那你應該回答說 若以色慾不斷 貪不斷 愛不斷 念不斷 可不斷則 則彼色 若辯 若意 若辯若意 這是什麼 這是生老病死 這是一頂 所依 而生的 好 再來 又生 優悲 老苦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願真慧 愛別離 求不得 所以 注意 注意 注意一句 我愛一句 色若辯若意 那是在說生老病死苦 因為它會變 那爺爺 生優悲 老苦 那就是在說 說 說 怨真慧 愛別離 求不得 所以 上面跟爺爺 那都是在說苦 若辯若意的 是生老病死 或 生注意念 那是沉住壞空 那是在說 那是在說 生的病 那爺 那爺爺 有幽悲 老苦 那是 從業所生 所以一個是從暴所生 一個是從業所生 也許所依 也許所遂 這兩塊都是扣 一生的總扣來 好 而且呢 不只是受想形式的亦復如是 所以看到浴灘有如是的過犯 什麽過犯 那就扣了 背中的扣 所以我們要與色調伏玉灘 與受想形式調伏玉灘 好 再來 筆腹丹問 見斷玉灘有如乎力 大師說以色調伏玉灘 與受想形式調伏玉灘 意思是說 那這師父 您師父 對於這個 受想形式調伏玉灘 到底是有什麽福利 你可以說話聽嗎 那你應該回答說 若以色 斷玉灘 還有你斷念斷愛斷可 彼色若變若意 不起什麽 憂悲惱苦 好 您注意 以色若變若意 那是無法拼命的 所以這是什麽 這是苦患生 而不起憂悲惱苦 這是什麽 不是苦患生 是苦患心 我們上禮拜就說了 有苦患的身心 有苦患的身心 我們就要透過這苦患生 而修的什麽 不苦患心 不苦患心 生死的苦患生 斷夜暴生 斷夜暴生 那斷夜暴生 求得什麽 不苦患心 不苦患心 是一定要補 所以生老病史是一定要補 是必須要補 這苦患心 那該修的是去修悲 修佻 這重點也是在這 受 受因跟瘀 去 所以生死生 苦患生 修什麽 修斷夜暴 修得不苦患心 这重点是 求得不苦患心 虽然有苦患身 但是要修得不苦患心 鲁家 鲁家都怎么说 都说 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所以鲁家说的修身 其实就是 不是修这个身 是以苦患身的修什么 不苦患心 那叫做修身的意书 不然你说这身 这色身是要怎么修 不然我就每天来 操场走整人 那叫做锻炼身体 鲁家治国 平天下 要修哪里 心才对 所以 彼身若病若医 没办法 这身老病是一定的 但是 用不起幽悲苦恼 这就是什么 修得不苦患心 以苦患身 修不苦患心 缩小形式 亦服务事 就因为有阴 就有阴心 就有阴心 有阴心 缩小形 这重点是在缩小形 不是 不是 给我们方冠的 重点是缩小形 要不缩小形 下一段 诸尊 若受诸不善法 因缘 那 我们刚才说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你没有修身 没得到齐家 心不好 你没得到齐家 没得到治国 没得到平天下 那 如果我们受这些不善法因缘 结果 你可以得宪法乐处 那就是意思说 你可以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 那 不苦不爱 不恼不乐 身坏命中 身以善处者 活头呢 终不会说 要断这些不好的法 哪有可怜 哪有受这些不好的法 你可以得到现实乐 也可以得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活头就不用说 断这个不善法了 对不对 这是因为有不善法因 一定不会得到现法乐 一定不会苦 不苦不乐 不爱 所以活头说 不要有这个不善的法 要断这个不善的法 要断这个不善的法 再来 我们看 导述第五行底下 也不教人以福法中 修诸患恨得尽苦别 为什么 因为 他是不善法因嘛 所以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人 也经献法 苦诸 所得到的是苦不是乐 而且是障碍热脑 生怀命中的多恶道 是故世尊说 单断夜报生 不善法 以佛法中 修诸患恨 平等尽苦 就尽苦别 再来我们看下一段 如果说 诸善法因缘 却反得到 宪法苦助 或者是障碍热脑 生怀命中的 又多恶道者 那 活头呢 也终不说 你要受识善法 以佛法中修诸患恨 平等尽苦 就尽苦别 因为受识善法 是可以宪法乐之 而且不苦不爱 不恼不乐 生怀命中 又可以生以善出 所以 世尊 赞叹 教人受诸善法 以佛法中修诸患恨 平等尽苦 就尽苦别 我刚才说的 这世界是没收的人坐 也是闲了说 就是因为没收的人坐 所以有种种的苦 人家佛道说 你如果要离苦 你就要受识善法 所以受识善法的人 反而是什么 比较殊胜的 虽然他不是丁度 不然是一般人 保识善法 另外它是仲胜的 也可以理苦的 书生的 佛道是要说 不知道 面移讲 全尽都有赴性 只要要修 就一定的 这是书胜行 可以平等尽苦 旧尽苦 一般人不知道 如果大家都想你這樣去 這世間是不變成怎樣 這世間也是原本這樣 因為法爾如是 這是很平常的 不修的人是司空見慣的 反而願意修的 不是不正常 不正常就不對 它是什麼 比較殊勝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不需要有苦 希望自己利苦 也要將生可以利苦 這樣就比較平定 這樣我們就不一樣輕輕 你說你沒收 這樣你不對 其實那是 反而是